各位网友,大家好,大家好 我现在从泰安乡的洗水坑豆腐街那边 从那个街的外面拐过来这边 为什么要拐到这边来呢? 因为从那个洗水坑豆腐街的外面 看到有一些的告示牌,有一些的路牌 路牌呢,就折往这个山里头这边来 这边山里头这边来了 然后呢,就会看到有那个民宿 它在那个路牌已经有指示这里面有民宿了 这民宿的话呢,名字叫楚流香 还有云梦山林民宿 那所以的话呢,我就往这里边开过来 那为什么要开到这里边来呢? 因为我来到苗绿这边啊,特别是在这一区 这个温泉带的这一区啊 很多民宿价钱都非常的不便宜 尤其是那个温泉区里边的那些酒店啊 哇,有些贵的要一万三千一个晚上 便宜的都要,最便宜的有两千多的 一般都是三四千,四千多这样 那么所以的话呢,也可能有一些朋友想说 有没有一些稍微的便宜一点的民宿啊 所以的话呢,我就再到处留意 留意看看这山里边一点的地方 或者没有温泉的,会不会稍微的便宜一点 所以的话,我就把车往这个山里头开进来 大家看到,哇,现在呢,太阳正在下山 你看看这个山,山上面的树被夕阳照得多漂亮多美啊 哇,啊,这个落日照着这个山林 有一种非常迷人的色彩,非常迷人的色调 呃,在这个山里头有一个,这个不是民宿 是私人住宅 他这个老板真会,这个房东真会,呃,这个享受啊 他今天在这个位置,又可以看西阳西下 这个,他这个房子是朝西的 看这那边就可以看到西阳 我们在这个位置来看不到 要到他的房子的正中间才可以看得到 啊,我现在的话呢,就开车往这个储留乡 啊,还有,还有那个,风之忧 民宿里边去看看 啊,不是,这个风之忧是露营区哦 风之忧露营区 那这里边有几个露营区啊 那里边呢,区里边有 除了有,楚留乡民宿 云梦桑林民宿 还有,有田返路营区 马都西路营区 风之忧露营区 有好几个露营区 然后,往上面这辆公路 往上去的话呢 是清安树坪露营区 这也有他的电话的 大家如果说要,呃 去露营区 要去那里露营的话呢 可以先打电话去预约 那有个天然居 天然居不知道是什么 还有,洗水山露营区 洗水山露营区 是往这上面的方向去的 那我们现在不是往那个露营区 洗水山露营区那边去 我们现在往这个,呃 楚留乡,还有 这个,呃 风之忧露营区这一块 往这条小路开进去 那我希望能够帮大家找到 那个,在这一带 稍微比较便宜一点的民宿 那么,因为这段时间 我也想找到一些 稍微便宜一点的 那么自己,呃 有时候呢 就可以在民宿过一晚了 呃,在赤山有时候睡的比较累啊 那么,偶尔 住住民宿偶尔在赤山睡 还有呢 有时候要找地方洗澡 晚上,因为我习惯每天都要洗澡 啊,不洗澡不行 所以的话呢 有时候看看能不能够找到一些民宿 呃 只需要给他,呃 比如说一两百两三百块钱 就可以 进去休息一个,一个小时啊 洗个澡啊这样 那这样的话呢 我就可以省点钱了 因为下来在台湾 这个时间 到底要留多久不知道 那么香港的疫情的话呢 会爆发到什么时候才会终止 也不知道 所以的话呢 自己必须要省点钱 省点钱花 因为在台湾 这个花费虽然 花费虽然没有香港那么厉害 没有香港那么大 但是呢 这个每天这样花钱 这样住宿 其实是最大的开销 在台湾这边吃 开销不大 那个油费也不贵 油费跟大陆的价钱差不多 算起来也就是大概七块 七块来钱左右 七块钱左右 七块多一点吧 那个人民币 所以的话呢 开车对于我来说 这个 不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最大的负担就是住宿 住宿的话 你住民宿 如果每天都一两千 差不多两千块左右的话呢 那每天关这个住宿 要差不多五百块钱的开销 五百块钱的港币的开销 那么一个月下来的话呢 乘以三十 就是一万五 一万五港币 那就是多少钱的台币啊 一万五乘以四 六万 差不多接近六万台币的住宿费 所以这一笔开销是 对于我来说 也算是一笔开销 虽然说 不会把我 那个 住穷 但是呢 也不能够这样 一个月 这样大手大脚的花 是不是 在这个住宿上面 买这两吃的话呢 我也是为了那个能够 省掉这个一些住宿的开销 好的 现在我就带大家进去找一下那个民宿 看看那个价位怎么样 不好意思 有人在催我要开吃了 所以我现在上车 往这条小路进去 小路进去 这条小路的话呢 是很窄很窄 那么如果有回头吃的话呢 就可能可能是要不知道怎么样避开了 哎 前面有只小猫 小猫真聪明 回避车 那么我们现在开进去 开进去的话呢 哇 这个有一点崎岖的位置 车摇得好厉害 那么我现在的话呢 就往最这个里边开 不到要开多远 刚才我之前我有试过先进来 然后又退回去 从外面再开进来 那么这个是到底有多远 我自己也心中没输 所以现在只能够慢慢往里边开进去 看看那个 呃 这里边的民宿会不会比外面要便宜 我估计的话呢 应该在一千左右应该可以搞得下来吧 所以我希望能够 呃 这一行的话 能够找到一个比较便宜一点的民宿 因为这里里边你看 其实 进来也挺远的 所以 如果它不够便宜的话呢 谁会进来住呢 是不是 所以如果没有一定的价位优惠 估计是没有人会进来 诶 有银头吃好在这里 有一个湾味可以给我必吃 否则的话 待会就不知道怎么弄了 是不是 呃 所以的话呢 这样的地方 不便宜谁会来住呢 是不是 然后这里边有露营区 在苗绿 特别是在 呃 这一块哦 大湖乡啊 泰安乡啊 这些地方 就有很多很多的 这个露营区 这个露营区的话呢 大家如果有这个露营四倍 也不妨 这不一定要住民宿 可以在露营区 估计露营区里边也有洗澡的地方吧 啊 这个 其实我也可以到露营区去问问 有没有洗澡的地方 是不是 不是 储流箱到了 请用一档 哎 嘿 到了到了 原来到了 到了 所以的话呢 也不算很远 基本上 进来 开车进来 也就是几分钟的路程而已 所以的话呢 只是那个路 不是说特别的 宽 不是特别的宽 不是特别的宽 还算可以了 就这 这个地方 可以在这里看看 我们到里边 去问问 这个价钱是不是 值得来这里住 那么我先开 放着车先 把车先停下来 把车先停下来 好了 停了车了 然后我就到里边去问价钱 希望能够帮大家找到一个 价位比较合适的民宿 实在来说 在外面我都觉得 呃 如果能够 这些民宿啊 能够在一千以下 六七百 七八百块 这样的话呢 是可以接受的 那么如果说去到一千八两千 这样的话呢 差不多等于港币是要四五百块钱 你偶尔住住是没所谓的 但是呢 如果说每天都要这样住的话 真的也是一笔开销啊 一笔不飞的开销 呃 它这应该就是 楚留乡民宿了吧 但是呢 感觉好像 呃 有点不设很像民宿 哈哈 呃 行 我们到里边去问问啊 这好像门口有说 楚来乡到了 但是呢 又没有这个 很有感觉是民宿的那种感觉 好 你好 是楚留乡民宿吗 楚留乡民宿 楚留乡 有这个 这个有朋友吗 是不是楚留乡民宿啊 这个有朋友吗 不知道 哈哈 在里边吗 有人吗 有人吗 你好 你好 请问是楚留乡民宿吗 不是 那在哪里啊 上面上面上面 还要上去啊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谢谢 到那里又有个牌写着 楚留乡到了 哎呀搞错搞错 我都感觉不像是民宿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那门口旁边 有一块招牌写着 楚留乡到了 这样误导我 真的 行 我们就往前面再开 应该很快就可以到的了 行 这样吧 那个 这条片呢 先到这里 我们到上面去到那个民宿 楚留乡民宿的时候 我们再来拍另外一条片 到时候 问价钱呢 带大家去看房间 如果合适的话 啊 那么这条片就到这里为止 这里风景是不错的 啊 那个 山清水秀 那边有一条小溪 山溪 山西 山小溪 有水声 在这里开车经过也好 在这里走走也好 心情特别的好 感觉很舒服 还有夕阳看耶 对面 好 这条片到这里为止 记得 记得留意后面的那条片子哦 谢谢你的观看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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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